42岁德国老将波尔在WTT多哈常规挑战赛,接连战胜林云如、张本之河、南丹夺冠,一时轰动了拼盘。 在这个年龄段还能击败风头正经的林林侯新兴,波尔这番操作确实让人惊叹。 反观,我们的国平小将们在2023年也给了不少机会,年轻球员中最被看好的林诗洞,一年内外战书球竟然高达八次。 那么,小将们到底差在哪呢? 输掉八场外战,有三次是一轮游,林诗洞现阶段打球犹如过山车。 年轻球员最大的特点就是起伏性太大,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林诗洞起伏会如此之大。 不管是对阵年龄比他大的对手,还是比起小一岁费利克斯·勒布伦,林诗洞在这些比赛中可以7比1领先被单局逆转。 10比5领先又被追成10比10平,整个发挥确实非常不稳定。 下面,我们也来看一下林诗洞2023年输掉八场外战的情况。 WTT突尼斯挑战赛林诗洞1比3岸在线,一轮游。 WTT多哈男子总决赛林诗洞2比3球党,一轮游。 WTT澳门赛林诗洞2比3,张本志和,一轮游。 WTT太原挑战赛林诗洞1比3湖上损浮。 WTT南非挑战赛林诗洞2比3渔果。 WTT曼谷挑战赛林诗洞0比3兆盛名。 WTT多哈挑战赛林诗洞0比3张渔阵。 WTT兰州挑战赛林诗洞1比3菲利克斯·勒布伦。 我们可以看到八场外战中,林诗洞有三场是首轮救出局。 林诗洞在国际比赛中曾把凡震东、梁景坤都能逼到悬崖边上。 单板质量都属于顶级水平,特别是中远台反手的能力,简直让人惊叹。 就是拥有如此杀手锏的国平超新星,他的台内球控制显得还是很粗糙。 比赛中抓对手漏洞、扬长臂短,对于战术的运用和执行能力是他输球的主要原因。 国平女队孙颖沙刚出道时,沙沙也是由于进攻过猛。 果凶,比赛起伏也非常大。 不过,现在孙颖沙掌握比赛的能力,还要强于年龄比她大的陈梦王曼玉。 不管是战术运用,还是节奏控制,哪怕是大比分落后,也能扳平并最终取胜,沙沙现在打球有种让人很放心的感觉。 按照2023年参赛的词数,对于林诗栋这样的小将来说已经不少了,可真正拿一,两个有分量的单打冠军,她现在还没有做到。 当然,林诗栋也并不是没有亮点,最大的亮点还是她与宽曼的混双,不管是国际比赛,还是对阵孙颖沙王储亲,她在混双上表现确实很出色。 时间成本,成长成本都需要控制,林诗栋2024年需要有更大的突破。 林诗栋固然有非常大的潜力,但是这个潜力挖掘出来的时间越短越好。 比林诗栋还小一岁的费利克斯·勒布伦已经拿到欧洲运动会的男单冠军。 欧洲球员进步很快,林诗栋在国平的训练环境,哪怕是陪练都要比费利克斯,勒布伦好得多,林诗栋去打这个欧洲运动会能在乒乓球项目单打夺冠吗? 同为00后的张本智和,在2018年总决赛夺冠,世界杯也拿到单打亚军。 林云如在东京奥运会就已经能够杀入半决赛,国平男队马龙35岁,樊振东有伤,林诗栋需要尽快减少时间成本, 甚至是在2024年拿到一个挑战赛或冠军赛的单打冠军。 林诗栋的潜力非常不错,上线也很高,但是这个需要外战成绩来支撑,希望他在2024年有所突破吧。 巴黎奥运之后,国平男队主力也需要调整,能够成为主力不能光看混双, 更重要的是看林诗栋国际比赛单打成绩。 说实话,波尔作为一个42岁的大叔级别的球员,在比赛当中最终实现了登顶。 关键是他这次的冠军并不是一个水冠,而是含金量十足。 毕竟他因为前一阶段的伤病,还有身体状态不佳带来的起伏,世界排名已经大幅下滑。 在这次赛事当中,不得不连续和各路高手,以及排名很高的世界级别的尖子球员提前过招,还是连续过招。 因为自己的排名偏低,遇到的高手一个接一个,也让波尔面对了很大的禁忌困难。 而且,进入八强和四强之后,也是打了林云如何,张本之和,这种有奥运争贯水准的球员。 但最终,他还是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情况下,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以及场上及时的应变,成为了最终的单打冠军。 也让我们见证了在乒乓球界,一直以来所传说的僵尸老的辣到底是怎样一种状况。 当然,我们也会因此联想到,为何国拼在年轻的主力球员们状态不算差的情况下,为何还是不敢让马龙退役, 总是想让他在以一个保护者和大哥哥的身份领着年轻的队友们再打一级奥运会。 实事求是的说,如果现在的波尔拼国拼的三大主力,甚至是五大主力,可能难度都很大,为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国拼前一阶段,特别是上个奥运周期,对波尔的研究比较细腻有效。 丹麦协会的高手,包括林云如何,张本志和,这种在国拼主力面前也经常可以有赢球机会的球员,却没能把波尔这种老将放在心上。 他们太过想要战胜国拼球员,特别是国拼主力,尤其是国拼的五大主力,以至于他们自己技艺阶段的状态起伏比较明显。 打国拼主力时,经常可以有出色发挥,甚至是超水平发挥,毕竟他们的研究重点就是国拼主力,但反过来说,其他的国拼有一定竞争力的年轻球员,也有机会赢他们,甚至外协会稍微有点特色,打法上有些灵活性,又具备一定比赛经验和个人实力的球员,就有可能在于张本志和,还有林云如的比拼当中最终胜出。 因为他们不够重视对手,也的确让他们自己吃了亏。 这两位球员,每次想在国拼球员面前启示,想占据心理优势时,往往都容易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又输给外协会其他高手的情况。 这也说明了,他们在各自不断进步和成长,突破国拼高手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被其他协会的高手们找到突破的方向及方法,他们的实力厚望还有心理承受能力,也还是有一些差距。 总的来讲,在国拼所有球员当中,马龙作为一个35岁的老将,的确竞争优势在逐步缩小。 但是他在各种不同打法,不同特点,特别是相互不是十分熟悉的对手面前,还是阅读比赛能力最强,最容易在这种遭遇战当中赢球的球员。 而且比赛心态,也一直是最好的。 总之,波尔的这种取胜和夺冠,也反过来让我们更理解了国拼团队和教练组为何一直不敢让马龙退役。 真的是因为当今世界男子拼盘,群雄逐鹿,哪怕樊振东,王楚清,甚至包括林高远,梁景坤,以及更小的林诗洞,在主要对手面前有一定竞争优势,但打到双方互相都越来越了解了。 或者对手又有新的技能开发出来了,还是马龙应对这种局面的能力在国拼众多高手当中最强? 这也成为国拼团队始终需要马龙继续坚守的一大原因。 波尔的夺冠,更是说明了场上的掌控力,以及对于对手的打法了解之后,比赛经验在比赛当中所起到的作用,真的是技术本身都难以比拟的。 我们也希望在关注年轻球员成长的同时,像波尔和马龙这种级别的球员,还能继续在场上发光发热,让我们见证他们新的辉煌。 这个组织是很好的组织。